自己在家里玩游戏,发现有个老哥留言 问能不能讲解一下词条和能力加点,感觉好迷糊 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是讲一讲我的心得 首先这个加点,力量敏捷,智力和信仰 根据自己想要带的武器来加就可以 老哥们为了容错力,以30级满级标准 可以把生命和体力加到20,应该去哪里都不会吃亏 负重呢,加到能保持一般,避免大概也差不多 30级满级是加到30也就可以了 然后算比较重要的是,来到组成后 第一时间来升级铁匠铺升到二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铁匠铺买到这一身绿色的二级装备 防御力相当高 然后用最初级的一阶武器来做演示 先在铁匠铺这里买一整包自己想用的武器 把买好的武器拿到爱莲娜这里来抚摸 现在开始讲一下比较好的属性磁条 武器方面这把武器运气真好 好用的磁条在这一把武器里边全都出来了 造成伤害时恢复生命2% 这个磁条只会在武器和戒指里出来 但是这个乌鸦戒指有减少生命的副作用 如果早期属性点没有点生命的话 乌鸦戒指暂时可以不带 所以武器一定要有一个吸取生命的磁条 这个会让我们大大提高容错率 第一时间让把铁匠铺升到二级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个游戏可以说是防御游戏 防御力决定一切 只要在达到11级和21级的时候 把铁匠铺升到二级三级 买到相应等级的防御的话 这个游戏基本就不难了 同样也是买一整包的防御去抚摸 生命值回复这个磁条 在所有的防御里都会出现 有这个磁条会让我们自动回复生命 前期相当好用 所以不管在哪件防御上 只要有一条就可以 之后是受伤时回复生命值几率 这个最高应该是14% 同样也是4件防御都会出现 可以叠加 如果叠高了怎么被打都会自己灰血 还有就是造成伤害时体力增加这个磁条 只有在手套里出现这个磁条 应该是在2%到5%之间 有和这个差不多的磁条 叫造成伤害时 百分比几率回满体力 这个磁条只会在武器和手套里出现 最后是一个最重要的磁条 受伤时造成百分比伤害 这个磁条只会在胸甲出现 应该是在2%到3% 暂时没有见过更高的 这个磁条好的原因是因为 它会影响所有武器和手套上的 有关造成伤害触发的磁条 还有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磁条 叫受伤时反击伤害 会在所有的部位出现 但是不能搞混 反击伤害是不会触发武器和手套的磁条的 最后的最后 伏魔的装备会有一条副磁条 副磁条的话尽量选择 减少经验 减少耐久度 死亡时减少金钱 前期的话 专注减半也还不错 因为不怎么用专注技能 这么配装的话 基本在同等级的地图里 可以做到无双横着走 而且防具和武器都还没有强化 武器还是一阶的武器 打磕头稍微大点的怪也不会掉血 基本就是平推 就算来打Boss级别的怪物 也不会有猝死的情况 如果感觉危险 可以拉开距离周闲一会儿 可以发现就算不吃药 生命值也会缓缓的自动回复 好了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 我是老贺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个订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